到了黑色,我现在示范了正式这一面开始 这个是一个蜂褛料,内层这个是涌面涌料的碎花图案 它是夹了一个夹棉的一个背心款 是两种不同style的一个夹棉背心 我现在示范了一个casual一点的男友裤 真的做一个轻松一点的日系style 或者casual一点的style 这个效果就是这样 这颗帽子也是很蘑菇的一个效果 这个帽子的接驳位都是有弹性的,有橡筋 其实这个弹性分布在帽子、甲圈、三脚 都是有这个的造工的 我比较惊讶的是甲圈都有 这个款的甲圈位也是比较slim一点的 它虽然是casual的款式,但它做得很slim 是还有少少入薄,入薄之余 都是有些弧度,不是太直的 是这样的,有少少弯弯的一个线条来的 是做得很漂亮的一个造工 仔细,很欣赏,很欣赏 它有袋位,可以先收给大家看了 我是这边会就手少少少 是的,这样就扣光了 扣光了就是这样 是一个很有厚度,连帽子的部分 都是有夹到棉在上面 是的,有夹到棉在上面 后腹那个,其实整个的三脚 都是有橡筋的效果 有袋位 正式这边的袋位是有多个的 小小的袋位的细节 好,反 来这边呢,就真的我自己有少少不顺手 因为去了这边,球 咦,多快 比我想象中快 是,可能刺下去那一刻就差点 是的,反了之后呢 它这一层呢 这一层呢 涌布的这一层呢 它在那个拉链位呢 就多了一个拼边 那刚才正式那边呢 就没有的 这个都有袋位的 袋位都是有些不同的 是的 所以都是很欣赏 很欣赏它的仔细度 它的考量 真的各有各的分别 做工都是有少少不同 那当然都是有个弹性 是的 这个是中厚度的一个甲面款式 的一个背心款 雙面两着 是的 那我刚才衬了裙 衬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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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衬 那 顏色又friendly,又易穿,又耐轻 CB值很高的单品